鄰居拿來的回收物 致供翁素林迅速整理 带動鄰居資源回收 翁素林都用機車載到清水環保站 不過中途還要先去一個地方 順手帶了家裡的蔬菜水果 翁素林這才出發 90歲的洪女士家住附近 跟兩個讀高中的孫子相依為命 翁素林時常帶點吃的用的 來關心老人家 想要吃生 我們如果有一齣的東西 我們要跟他分享一下 他也很開心 他也很開心 他做人就好了 六十四歲的翁素林投入環保已經三十多年 經歷過兩次重大車禍跟離癌 也無法改變他做環保的決心 專門負責塑膠袋分類 翁素林用心在每一個細節上 送到廠商那邊 廠商的都是很 震探老闆塑膠袋做得很好 很久下來都早就來 早早做到晚 我們家比較不久 這裡比較久 平的上班比較紅 我們就放那裡就好了 日日環保 樂而忘憂 翁素林走過傷病折磨 歡喜之足度過每一天 大愛新聞張顧端 楊俊廷 台中報導